正在減中的你 有沒有感到頭暈還有疲倦的經驗呢 你可能會想 是不是血糖太低 休息不夠 但是你知道 有一個我們都聽過 但是常常會忽略到的關鍵因素 少了它 不只會頭暈疲倦 還有可能會增加肥胖 還有第二型糖尿病的風險哦 那這個關鍵因素就是 鐵質 看了這支影片 你會知道缺鐵對身體的影響有哪些 鐵不夠和肥胖還有糖尿病有什麼關聯 最後還會告訴你保持鐵質平衡的飲食方法哦 哈囉大家好我是小巫貞錦醫師 那我的診間啊 之前有一位長期吃素的女生 她就跟我提到說 她為了減重她有去運動 可是她常運動在一半的時候 她就會覺得頭暈心跳加快呼吸喘 就算休息之後再開始狀況也是沒有改善 後來我幫她做了很多檢查 我發現她血紅素素值是很低的 已經有貧血的狀況 那根據醫學上的定義 男生的血紅素低於13 女生低於12就叫做貧血 那我細問了一下她的飲食習慣 發現她雖然從前是吃素看似很健康 但是她沒有特別注意營養素的比例 還有這些微量營養素的攝取 像是啊 它富含鐵質的食物 攝取就不夠 如果我們身體有攝取足夠的鐵 那這些鐵質被腸道吸收之後 韻鐵蛋白就會把這些鐵質送到骨髓 這類的地方來儲存 還有製造血紅素 但是萬一鐵不夠呢 韻鐵蛋白就沒有足夠的鐵可以去送了嘛 所以骨髓就沒有辦法製造足夠的紅血球啊 紅血球它在人體的作用呢 就是去輸送氧氣到身體各個地方 所以說如果紅血球的數量變少 就容易讓人出現一些頭暈啊 疲倦甚至心跳變快的症狀 那從她的抽血數值判斷 她協議中的鐵 也就是血清鐵 還有鐵蛋白的數值都低於正常值 那她就是缺鐵性貧血 那這個在女生當中其實蠻常見的哦 根據2022年國民健康署的 國民營養健康狀況變遷調查的統計發現啊 全台灣19到44歲的女生當中 每6位就有一位有缺鐵性貧血的問題 那除了女生之外 有肥胖問題的人缺鐵的狀況啊 會比正常體態的人還要更常見 原因是因為人體內的鐵平衡 還要仰賴一個叫做鐵條素的東西 那鐵條素它是一個由肝臟合成 但是由脂肪細胞還有聚氏細胞 所分泌儲存的一個荷爾蒙 它要調節體內鐵平衡的作用 肥胖者身體通常是處於一個 慢性發炎的狀態 那它這樣會造成鐵條素的濃度升高 那這樣鐵呢 就會被限制在聚氏細胞內 血清鐵的含量 濃度就會下降 所以它就會造成缺鐵性平血 所以說縱使肥胖者有攝取足量的鐵 但它可能還是會面臨缺鐵還有平血的風險 除此之外 肥胖它引起的全身發炎反應啊 它除了影響到肝臟之外 它裡面的醋發炎的細胞激素它也會增加 那這個也會對骨髓有影響 導致紅血球的生成減少 甚至發炎它還會影響到腸道 比如說小腸吸收的鐵質會變少 大腸的鐵質含量卻增加 鐵的微量營氧素的不平衡呢 它可能就會造成腸道菌蟲的失衡 進一步加重肥胖還有發炎的問題 就形成一個很難打破的惡性循環 雖然缺鐵性平血很常聽到 但是如果因為這樣太擔心自己缺鐵 而過度補充含鐵食物還有營養品 可能會有一些健康上的風險哦 根據台灣的營養調查顯示啊 19歲以上的男生 還有44歲以上 接近更年期的女生 平均的鐵攝取量 其實已經超過每天的建議量 事實上男生本來就不需要那麼多的鐵 女生是因為育齡期有月經 懷孕分娩的需求 才需要比較高量的鐵質攝取 但是一旦進入更年期 因為停經之後不需要那麼多了 所以說如果長期還是 維持比較多鐵的飲食習慣哦 它就會造成女生在更年期過後 鐵質攝取量反而會太多 無論鐵質是過多還是過少 對於人體的健康都是有害的 因為鐵質失衡呢 它會導致胰島素阻抗 甚至提高罹患第二型糖尿病的風險 鐵呢 它是胰島素釋放的重要營養素 當人體缺鐵的時候 身體會試著增加鐵的吸收還有儲存 來應對短期的缺鐵狀況 但如果是長期缺鐵 胰臟會無法正常運作 血糖的調節功能它就會失常囉 另外一方面 當身體的鐵質太多 它也會對胰臟造成壓力 影響到胰島素的正常分泌哦 那它影響到呢 其實是一個Amylin的功能 它是一個跟胰島素 一起有胰臟β細胞分泌的荷爾蒙 它可以負責調節生糖素的產生 如果當身體有太多的鐵 那它就會跟Amylin結合 透過氧化壓力產生過氧化氫 那它就會促進活性氧化物質ROS的堆積 那最終呢 它就會造成胰臟β細胞的衰竭 那就損害了胰島素的合成和分泌 血糖控制就會變得比較困難 除了鐵之外 身體也需要其他的營養素 來共同維持代謝平衡 有效預防肥胖 現在要點擊右上方 或是資訊欄連結 加入初日醫學官方LINE 免費獲得營養素之評表 快看看自己缺乏哪些營養素吧 說到這邊要告訴大家的是 維持體內鐵質的平衡是最重要的 每天的鐵質建議攝取量 成年男性大概是10毫克 成年女性是15毫克 其實在正常的飲食下 並不需要擔心攝取過量啦 但是如果食用鐵劑 或等等額外的保健品 它就有可能導致超標哦 那如果血液中的鐵蛋白含量太高 那就要注意鐵質攝取過量的問題 如果你想要在日常飲食中 要適量補充鐵質的話 下面我和Coffee營養師也整理一套 飲食方法給大家參考 那在補充鐵質的時候呢 應該要多攝取含鐵量比較高的食物 像是瘦肉還有海鮮 比如說貝類啊蛤蟆還有牡蠣等等 這些動物性的食物中 還有比較多的血紅素鐵質 它是比較被人體吸收的類別 但是呢 其實植物性裡面也是有鐵質的 像是葉綠色蔬菜 蟹菜 金針花 毒筍 還有豆類穀物 黃豆 黑豆 燕麥 藜麥 它則是含有一些非血紅素的鐵質 但是這類的鐵質在人體的吸收率比較低 所以我們要注意哦 不管是血紅素鐵質 還有非血紅素鐵質 都應該要多樣化的攝取 另外 如果想要幫助植物性的鐵質吸收 可以同時多吃一些富含維聖素C的食物 像是拔辣 番茄 柑橘類奇異果 甜椒 還有花椰菜 都是很好的選項 那還有一個小提醒 平常呢 也可以避免攝取過多會阻礙鐵質吸收的食物 像是咖啡還有茶中的多酚 它會減少鐵質的吸收 所以飯後一到兩個小時內應該要避免飲用哦 還有一些顴骨賴還有蔬菜裡面 它還有草酸還有植酸 這些物質它也有可能會抑制鐵的吸收 所以建議在吃之前可以穿燙或是浸泡的方式 來降低它對鐵吸收的影響 所以說呢 鐵質平衡對於維持健康是不可或缺的因素 不管是缺鐵或是鐵過量 鐵質失衡都可能會帶來嚴重的肥胖還有代謝問題 最後提醒大家 除了保持適當的鐵質攝取 也要注意其他的營養素的均衡攝取哦 這些都是預防肥胖還有健康問題的關鍵 如果你有任何減重的相關問題 歡迎來小周初日診所來找我聊聊哦 喜歡這集影片內容 歡迎訂閱、按讚、分享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